预风的难题是我们今天开始推出的系列报道 要带您到澎湖了解风力发电 您恐怕不知道澎湖的风场容量 竟然是全世界最高的 换句话说澎湖风很大 也是全球非常适合发展低碳能源的地方 因此台湾将澎湖规划为第一座的低碳岛 那么风力发电究竟有哪些的好处或者是缺点呢 好处当然是这个风力发电 它可以造成很大的绿色能源 我们这个图卡上有一点错误的内容 风力发电的优点就在于说 它可以造就绿色能源 那么缺点就在于它的产能并不是很稳定 还有噪音等等的问题 我们带您到澎湖听听海风 看看当地的状况 海边的早晨清澈的海水在阳光下神神发亮 冬天的菊岛或许不是观光客的最爱 但每当太阳露脸怕上风帆 现在就是最棒的季节 在那玩风反觉澎湖的风怎样 很好啊 因为这边没有被在卖挡住的时候 下台湾都有三挡住 然后下这边没有三挡住 所以都没基本下来 风都很大 可是有玩风反 逐风而来 澳洲的Gary干脆移民澎湖 虽然耳边的风呼呼地吹着 他却还不打算下海 要等下午吹起更大的风 你说没有风吹起更大的风? 没有风吹起更大的风 如果是低风 它就不太好 如果是高风吹起更高 我喜欢高风吹起的风吹起 因为它有更多能力 更多有趣 这儿总有更强的风 卷起更大的浪 鼓鼓吹动风帆 也推动白色的巨大叶片 一个地方适不适合风力发电 就要看一年当中 能让风车满载发电的满发时数 有多长 冬天的蒙古高压 带来强劲的风 最强的风速就在欧亚大陆 跟太平洋 也就是陆地和海洋的交界之处 台湾西岸沿海 风力发电的满发时数 有2500到3000个小时 中国大陆沿岸 只有2000个小时 至于位于海峡中间的澎湖 则高达近4000个小时 一天有24个小时 一年365天 有8760个小时 4000个小时 除以一年8760个小时 等于45% 而这个数字就是风力发电的 容量因素 45%的容量因素 可以说就是几乎就是世界第一了 全世界的平均 大概在20到30之间 全球风场的满载时数 平均约2200个小时 1000瓦的发电机 一年可以产出2200度的电 而同样的风车在澎湖 一年可以产出4000度的电 这里的风 藏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巨大能量 我们在澎湖经常会遇到 冬天的时候风速 大概每秒20公尺 可能在台北市的街头 可能你感受到的是 每秒2.5公尺 20跟2.5公尺 它的速度比是8倍 但是它所印含的能量是8的3次方 也就是说在冬天的时候 澎湖入浴风的能量是台北街头 2.5公尺这个风速的512倍 澎湖早就有老天爷送的 源源不绝的强风 发电主力却一向不失风力 基本上澎湖要用多少电 就得烧多少油 发电是3亿7千万度 大概3亿7千万度 3亿8千万度 那我们一度电的烧 大概需要0.24到0.25的燃料油 所以我们的发电成本 就从5块 然后一直增加到变成6块 那去年就是变成5块4毛2 那目前我们风力的发电成本 大概就是2块4或2块 那97年是2块4 98年是2块7 即使成本高 火力发电仍然是小岛的主宰 反观岛上14台风车 运转率接近百分百 几乎全年运转 每转一圈都等于再赚钱 那边就是中红的风车 总共有8只 发电量应该已经让它们回本了 我们似乎一直没有看到 菊岛中日不绝 呼呼吹来的风是超级能源 不但等价每年数百万桶的石油 还可能带来捷径的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佐伯 Smith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